大军 消息绝对准确 这回一定能把铁工会一网打击 干了铁工会 钱财 是派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铁工会和铁工会吗 是 这是铁工会的一个分会 你说铁工会还有不少的分会啊 对 在附近还有一个 要不我现在就带地区队过去 把他们给收拾了 不行 他们的收益我见过 还嫌不错的 你把他们都抓回来 为王军干活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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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报告 发现夜袭队 有多少人 夜太黑 没看清 不过人不熟 已经上咱们这儿冲过来了 铁飞哥 咱们给他们拼了 对 别弄了 别弄了 撤 哥 这 铁飞哥 听我的命令 撤 快 走 这两天我们又损失了两个分会 现在树阳和马场附近的分会 都已经损失得差不多了 照这样下去 要不了几天 我们铁工会可就要消失了 不关心子飞 到底怎么回事儿 大胡 大路看看 哥 他们应该没走多久 里边有不少伤员 怎么样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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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追 追吗 穷够没追 关于战斗情况就这么多 毕竟咱们和小鬼子的实力 在这摆着呢 虽然游击战术有收获啊 可小鬼子人多 装备又好 我们也想不出来什么更好 能消灭敌人的办法 重点不在这儿 这重点在啊 小鬼子和夜袭队 这搜集情报太厉害了 三天前 我们帮南港里村的铁工会 转移到花王庄 我们前脚刚走 这夜袭队就抄过来了 等我们回来救人的时候 整个分会的人 全被抓走了 我连夜袭队一根毛 我都没抓到 会不会是 你们被夜袭队跟踪了 你们知道现在 夜袭队队长是谁吗 听说是马远徒啊 这马远徒啊 是徐大勇的狗头军师 当初徐大勇干的一些坏事啊 有一大半 都马远徒抽的馊主意 他不但出馊主意 还帮徐大勇打理买卖 这十里八村了 没有不知道他的 那呼朋哥有多着呢 他要是想打听点啥事啊 没有打听不出来的 那我就去杀了他 四伯又来了 现在不是杀不杀他的问题 现在的局面是 我们整体都很被动 工人无法集中生产 敌人又步步紧闭 大家想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要不就按你说的 化整为零 咱打游击 那生产怎么办 安全怎么办 这样 铁飞 你把铁卫队分成几个小组 每个分会派一个小组保护 大家放起马场 树阳县城附近的根据地 向更偏远的乡村转移 一边游击一边生产 报告泰军 黄军对铁工会的打击 确实让他们怕了 可是 好奇什么 他们藏起来了 并不是好消息啊 马队长 他们消失了 难道还不是好消息吗 佐 佐藤泰军 他们不是消失了 他们是转到地下活动了 这样一来 我们之前建立的情报网 就都没用了 我们想找到他们就更难了 小马 说得有道理啊 但是呢 这个并不是问题啊 只要我们不给他们上次的空间 就可以了 直到有一天 我们把他们 把他们从地下全部挖起来围去啊 嗯 好吃啊 嗯 嗯 嗯 崔铁飞啊 你怎么那么能吃啊 人是谁饭肝 你愿不吃饿的话 一共就这么几个馒头 你一个人吃里半 饭肚 不是 四妹子 你也不是没看见 我这两天我几个分会我到处跑啊 可都是把翻山越南渡河挂沟的 我不多吃点 我哪有认识我开点工作啊 我们没跟你一起去嘛 你又不是不知道 现在运什么都不方便 一共凑了那么一锅板面馒头 你一个人吃了一半 一个老爷们 也不知道绕上人家女同志 好了好了 这几天铁被累坏了 让她吃饱吧 好 别说了 吃饭吃饭 你就知道吓着她 找她这么个吃法 咱们明天都得喝西北风去 叔叔叔 咱们真买不到粮食啊 也没那么严重 买还是买得到的 就是运输是个大问题 买到了可是运不到这儿 我正想办法呢 找几个地主 让她捐 那可不行啊 咱们是共产党的军队 可不能干这种事情 再说了 这穷枪僻壤的 你想找个大地主借 还找不到人呢 你能够吃饱了她 我吃饱了 我就进城把山头脑子砍下来 让她给她找咱不自在 老吴啊 材料的事情怎么样了 还是老问题 不好往里面啊 那得想想办法呀 要不 剑柄得把我吃了不可 她原来模型啊 可不是嘛 这一天跑八套 我都怕了她了 你怕我什么呀 我不是怕你 我是怕材料供应不上 影响生产 我今天来啊 就是要带你去看看 走 快别吃了走吧 走 走 去看看 来来来 你们都看看 你们都看那边 看这边 建民 人呢 怎么都不干活啊 干什么活啊 没看这炉子都灭了呢 现在啊 没钢材 没煤炭 连做枪托的好木材都没多少 你们说啊 这还怎么让工人干活啊 不是 朱老师 你上次不是说 那个钢材和煤炭 还能成一段时间吗 是啊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最近小鬼子进攻很犀利 这部队损耗太大了 所以我们必须得加大生产量 剩下那点材料 这不是今天就见底了 这不 现在就成了这个样子 冯英 不是我跟你要材料 是工人们跟我要材料的 看着咱这一天天开不了工 我这心里能不着急吗 你啊 先找一些 钢铁和煤炭回来 先让工人们干起活来再说 要不这时间一拖长了 难免人心浮动 到时候这事可就不好办了 胡云啊 这件事情是很严重了 咱们得想个办法解决啊 但是 这个问题光靠咱们提供会 没法解决 那 那怎么办 就这么亮着 我还真就不信了 活人能让尿憋死啊 走 去小鬼子再抢去 对 抢他 抢什么抢啊 你能抢几回 一回能抢多少 好 这不是长久的办法 胡云 这件事咱们得想上去汇报一下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 但是 咱们不能只是伸手药 要发动群众 发动部队 大家齐心协力想办法 争取早日渡过难关 乡亲们 快点跟我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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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一个来 快点出去 都有啊 好 好 同志们 这几天群众捐钢铁捐木材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还有一位老大人 把自己的寿财都捐出来 只希望我们能多杀几个鬼子 你们说 我们能让老人家失望吗 不能 好 但是现在还不是我们上战场杀敌的事 我希望大家 都能把这个诺言记在心里 我们一定能多杀鬼子的 就进来 队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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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咱们当前的问题 自从我把困难情况反映给区委和部队首长之后 上级很重视这个问题 实在 附近的根据地 都已经开始举行捐钢铁的行动 部队首长专门还派了几个队伍 帮咱们体工会搞木子 他们扒了骨子的铁轨 打造战场的时候 连子弹壳都捡回来 为了就是支持咱们铁工会的生产 你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向他们学习 咱也去搬鬼子去接铁轨 对 对 咱也去搬鬼子去接铁轨 但是现在有更重要的任务给你们了 学校园 你就尽管吩咐吧 我们铁卫队肯定完成任务 对不对 对 好 你们有决心就好 现在 附近的根据地域 已经把物资准备好了 现在已经开始往这边运 但是 还有个别的地方 缺乏护送物资的力量 咱们铁卫队这一次 就是去给他们保驾护航 顺便客串一下运输队的角色 怎么了 嫌任务太轻了不愿意做是不是 人家把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们还一个个挑三减四的 有没有信息 给一句更快话 有 有没有 有 走 记不记得咱们沈高九的时候 他交代过 当初他在大宗湖当狐匪的时候 他在大宗湖上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 用来囤积他的赃物 和给自己找了一条后路 和给自己找了一条后路 按他说的 这块地儿 可攻可退可守 是块宝地 是这儿吗 对 这还真是个好地方 你们看 大宗湖 在宿城和徐州的结合部 你们看啊 宿河 移水 还有六堂河 都连着大宗湖 加上周围发达的水系 如果发现提琴 回旋的余地也大 更重要的 水上运输 既安全 又方便 对 对 你的意思是 把铁工会搬到大宗湖去 不行吗 可以是可以啊 不过 咱们没有船队啊 到时候运输是个问题啊 这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周老师 你想什么呢 咱是没有船队 可沈家商事有啊 对啊 你看我 这都累晕了 把这个大资本家给忘了 那好 这个办法不错 既然大家没什么意见 就这么定了 明天我和铁飞同志 先去探探路 好 好 四妹 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好了 这妈怎么样 等等我 终于赶上了 还好没迟到 建民 你这是干什么呀 去大宗湖啊 昨天不是说了今天去探路吗 没说我们三个去 没说让你去 对啊 你去能干什么 什么意思啊 我是没你们能打仗 可这次关系到咱们铁工会搬家呀 到那边总得生产吧 干这个事我比你们要那行吧 你别忘了我也会造枪啊 我是去那边考察现场条件 这你也会啊 这怎么着 行了 建民说得对 确实得看看那边的建场条件 四妹 找匹马 你等等见面 你等着我 剩下了 等着我 四妹 你等等建明 我和铁飞先前面探探路 找条船 是 走吧 你说你让他跟来干嘛 累赘 驾 驾 四妹 他们人呢 他们俩走了 让咱俩先回去 什么 他们怎么能这个样子 他们这是对工作不负责 对他们不负责呀 他们 行了 你别怪别人逗你 你说你又不会骑马 你跟着来干什么 拖我们后腿啊 我这不是为了工作吗 什么为了工作 谁看不出来啊 你就想看着他们两个 是 他们俩整天工作都在一块 我这一天到晚 都看不见红莹一面 这对于我追求爱情不公平啊 所以你就死皮赖脸地跟着来了 我这不叫死皮赖脸 我这叫勇于给自己创造机会 啊 行行行行 我说不过你们肚子里有文化的人 赶紧走吧 再不走就真没机会了 走 走 走 驾 走 驾 走 红莹啊 听说 这一带 狐肥很多呀 到时候他们万一要来给我们找麻烦怎么办呀 来一个我就撂倒他一个 来两个我就撂倒他一双 别老撂倒撂倒了 以前这里是有很多狐肥 不过鬼子来了之后 他们都随着高九爷投放日本人了 现在 这里只有一些小帮派 以我们手中的武装力量 他们对我们够不成危险 那就好 那就好 只要他们不来捣乱 那咱们的生产进度 应该会提高一些的 哎 曲铁飞 你这到底往哪儿领啊 我怎么觉得一直在这儿转圈啊 照高九爷交代的来说 进岛之前 在卢北档里走起来 就像这道圈圈 不过我的预感告诉我 我们应该快到了 什么 预感 说了半天 你也没有把握 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路都不知道就把我们往这儿领啊 那万一迷路了怎么办呀 你这个 真是投青 我们好像真的到了 到了呀 快看 快看 快坐 崔铁飞 这次你拎了一个我啊 他来这次来对了 这可真是块宝地啊 我一定要好好规划规划 高九爷 算你办了件好事 就这儿了 大家用下把劲 把你那扣草红大好亮 我都得到处处了 来 半碗身价催点飞 哪儿 我跟你讲 你还别这么不服气 我找这地儿怎么样 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别掉下来啊 掉下来丢人可就丢大了 这片空地可以正好起一个大壶子啊 只要炉温能上来 锻造钢厅质量提高了 那以后我们枪支的零物件量频率 会大幅度提升啊 产量也会增加呀 对 这可以建一个靶场啊 这样就能验枪了 以后就不用担心流胆伤人的问题了 上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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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被错的呢 建民 经过你这么一规划 整个岛大变样了 不应 现在条件确实比较坚固 暂时只能这样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我还想在西边那个小山的山府里 挖个防空洞出来 在那里建一个弹药处备仓库 还有 红莹 四妹 崔蒂夫已经把最后一批人接来了 马上就要登岛 你要不要去看看 这可是咱们的中间力量和后备力量啊 这得去迎接 走 走 红莹 我还想跟你谈谈咱俩的事呢 好 红莹 红莹啊 先吃饭吧 别干了 等会儿吧 反正说要两回了 快吃饭 别干了 这人是铁饭是钢 无数 一会儿 一会儿 一会儿就好了 红莹啊 这可真是块宝地啊 自从咱们搬到这儿来以后啊 这产量啊明显提高了 主要是运输问题解决了 另外 通过沈月又买了不少特种钢材 还有 这里的环境非常安全 如果没有这个小岛 咱们也不能这么安心地生产啊 来来来 快吃饭吃饭吃饭 报告 有情况 铁蛋 怎么了 从西面鹿尾档里 来了五条船 上面有好几十号人呢 什么人 看不清楚 反正他们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 到哪儿了 现在应该到岸边了 四妹 走 咱们去看看 是 自从高九爷爷投靠鬼子之后 他们就是大宗湖最大的势力 原来是湖匪 行啊 你就愿意打无非 不过 他们和高姐他们不一样 他们呀 都是吃不起饭的穷苦人 不做上天害的事情 听你这么一说 这个领头的倒是不坏啊 你们看 那个刘胡子的大汉 就是他们头领 叫曹飞 收编他们 收编他们 嗯 嗯 咱们要想在大宗湖 长期待下去 确实得有一支水伤队伍 来保护铁工会 嗯 呀哈 大哥 来拉女的 一个男的 有点单识吗 看来对方也不是草包啊 黑包 去看看什么来头 好 好 在下 水浒帮曹飞 叨扰各位了 曹大当家 既然你下了败帖 说要盘盆道 那咱们就盘盆道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这些客气话 我看可以收起来了 痛快 这领头的贵姓啊 免贵姓江 哦 原来是江大当家的 我们是新四军的队伍 自己人 有请 行 听曹大当家这意思 也是积极抗日的了 那当然 我曹飞最大的愿望 就是把小鬼子 赶出中国 既然如此 曹大当家有没有想过 换个门庭呢 信江大当家 我告诉你 我曹飞没少听说过你们新四军的事情 可我们也不是草包 把我们逼齐了 这火冲菜刀 也能要小鬼子命 可不是吗 人嘴两扇皮 你想说啥就是啥 是不是 怎么着 不信啊 告诉你们 我手下的弟兄 不比你们新四军上 哟 听这位大胡子哥们的意思 是想比试比试了 嗯 那这样 你们画出道道来 我们就都接着 啊 来就来 来 曹大当家 这第一项比什么样 没报 跟他们比枪法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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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跟咱四妹子比枪法 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吗 贴妃 其实二郎家的枪法不错 要不是碰上咱们四妹 是吧 这次我来 跟你们比一比拳脚功夫 好 就按曹大当家的意思 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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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上了 大哥 上了 妈的 来 佩服 佩服 这兄弟的腿脚功夫也不差呀 不是兄弟名号是 崔铁飞 崔铁飞 来 来自树洋马场的崔铁飞 你就是那个杀了田中 宰了高丘 还打中山口好几枪的那个崔铁飞 没错 他就是崔铁飞 老天爷 那他是谁啊 双枪周四妹 那咱输得不亏 能输给双枪周四妹 我还真不亏 别别别 客气了 客气了 那你是 姜 姜红英 曹大当家 哎 什么曹大当家了 跟你们比起来啊 这点倒是扫得很啊 你要不嫌弃 就直呼我大名吧 以前啊 咱们就听过你们铁工会的大名 本来都以为是吹嘘 今日一看啊 这都实大事真功夫 确实是这样 你说的是以前 那以后呢 你要是不嫌弃我们水谷帮的话 今天 大伙 都在 我就替弟兄们表个态吧 我们水谷帮 愿意加入你们新四军 对 愿意参加新四军 那欢迎啊 欢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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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位师傅 你们先去喝垢水休息一下 好 好的 来 来 这个就是捷克室机关枪的制造图纸 原来我们就已经测绘过了 这回部队呢又送来两挺坏的 让我们维修 我就想啊 干脆咱们自己也制造了一艇 于是我们就试着造了一艇 没想到还真让我们成功了 这就是那把成功的枪吗 这 让我们维修 我就想啊 干脆咱们自己也制造了一艇 我就想啊 于是我们就试着造了一艇 于是我们就试着造了一艇 这个炸糖是个小问题 我相信 他们一定有能力解决的 经过检查最后的结果显示 问题就出现在这个枪管上了 一开始 我们知道这个枪管 锻造时间太短 导致这个枪管太脆了 它经受不起连续发射产生的糖压 所以没打几发就炸糖了 不过 我们绝对有把握 把这个枪管的问题解决掉 那就好 这算什么呀 我们还制造了 花机关冲锋枪呢 崔铁飞 这小子 你这个自武玩是最坏 我看见了 他也看见了 我判了 一眼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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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よーく見てみろ 見終わった後に説明してみろ 我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だ 連直在上面的表記了 太君 这 这怎么回事 你把我通知吧 貴様ら俺に一体何て言ってきてるんだ 提言法位をやっつけた 提言法位が解散した 正常をよく見てみろ 大日毎日提言法位が作った文章が増えてるんだ この目の前にあるチョンフォンちゃんだってそうだ ここ こ、これもマーちゃん作りです そうだ これは中国人が言うフォアジーグワンのチョンフォンちゃんというやつだ チェコ式のケーキ缶銃もあそこで作られてる シュジョウのスカの将軍は非常に怒られてる 非常変動 スカの将軍から命令が出た 一ヶ月以内に マーちゃんのビンコンチャン および敵軍方法を消滅させると言ってきました 否則 さて、 你们 提个脑袋 请我吧 我现在也真是没有办法呀 周老师 别的钢杆我们还能凑出来点 是啊 像这种枪黄撞针的特质钢杆 我们实在是找不到 我前两天不是让你们从那些废枪上 先拆点来用吗 周老师就那几条破枪早就拆完了 能用的我们一点都没有糟蹋 现在咱在岛上 连一块多余的钢杆都找不到了 老师 既然咱不成造枪 咱可以造点别的吗 造什么呀 改行烧砖 这可不是普通的砖头 这是地雷 地雷 我还没有做好 今天呢正好各位师傅都在 还请各位师傅给我参谋参谋 对对对 咱们造不了枪啊 可以造地雷 造手榴弹吧 是 来来来 大伙儿 都快点 来来来 过来 过来 师傅 这一块鬼人在笑话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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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颖 建民 你不知道 那些工人啊 都快把我吃了 这回啊 无论如何 你得给我点特种钢 不能想点别的办法吗 别的钢倒还能凑合 只是这种做装钢的特种钢 咱们必须得买 不然 等着咱们的 可是停产 怎么了 是不是资金上有困难 要是那样的话 我还有点私房钱 可以先拿出来 让大家先开工再说 不是钱的事 你不知道 现在小鬼子跟疯子一样 把煤炭 钢铁 作为禁售物资 现在在舒阳的地界上 就算你有钱 也没地方卖 那咱们能走私点吗 试过了 还差点把咱们地下党同志 给牵连进去 我就说像舒阳这种小地方 局限性太大 这要是在上海 不管什么渠道 肯定能弄点的 要不我回趟上海吧 你回上海干什么 我在那边 不是还有些门路吗 以前的那些朋友 多少还能帮点忙 我想啊 我应该可以买到 菲利普牌的特种钢丝呢 你看怎么样 不行 这样开危险 没事 我在小鬼子那儿还没挂牌呢 他们也不认识我呀 只要我注意一点 来回的安全 应该不成问题 安全上的事儿 你就别操心了 安全上的事儿 你就别操心了 只要能让工人们早点开工 这个险 我心甘情愿去忙 好 我现在就派人送你上船 这就输阳城了 看见了吗 行行行 我知道 危险是吧 你都跟我说我多少回了 我又不是第一次参见革命 凭我说话 我又不是第一次参见革命 凭我说话 我又不是第一次参见革命 我在后面跟着保护你 行 那我先走 我走前面 小姐 铁街两位先生到了